陆臣进入齐国王多后 立刻就颁布了一系列 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 再加上陆臣连齐王府的人都默杀 这立刻让齐国老百姓觉得 北王是一个仁慈的亡眼 不会滥杀无辜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齐国老百姓 对陆臣的恐惧 不过那些曾经帮助齐国 对抗北国大军的世家 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 齐国稳定下来后 魏思源和穆长天各自率领的二十万大军 也开始向大厦本土进攻 穆长天和魏思源属于先锋部队 他们率领的大军要消灭大厦大部分军队 然后陆臣才会直奔京城 时间转瞬即逝 半个月后 陆臣的临时办公房 陆臣正在浏览着从燕城送来的一些公文 这时候 白青青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秦指挥使求见 陆臣淡淡地说道 进来吧 随即秦玉山进入了房间 拜见王爷 陆臣点头说道 嗯 最近有什么情报 秦玉山立刻将手上的情报递到了陆臣的面前 随后汇报说道 大皇子的人发现了制作火药的材料 已经开始想办法制作火器 并且 为了不和北军产生冲突 大皇子已经率兵南下 听到这话 陆臣心中一愣 这模块这个世界的人 就发现了火药 陆臣随后又平复了一下情绪 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 但是北国的火器都已经换了好几代了 这个世界的人发现 火药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陆臣随后打开手中的信件 认真的看了起来 情报里面详细提到了 陆毅是如何发现火药的 见陆毅是从假道士炼丹的时候 发现火药的 陆臣心里想到 若是自己没有出现 即便他们发现了火药 恐怕也只是用来放烟花 没有个几百年 各火药估计还不会用在军事上面 但是话又说回来 即便陆毅他们发现了火药 他们能够制作的火药 也顶多只是黑火药 威力是肯定没有北国的火药 威力大的 如今 北国的火药都已经换了好几代了 当然 这也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他得抓紧时间夺得皇位了 陆毅都发现了火药 其他势力同样也可能发现了火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他王朝很可能也会拥有火气 虽然他们的火气 没有北国的强大 但若是其他王朝拥有了火气 对北国士兵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等以后 北国准备统一击大王朝的时候 必然会因为火气 拖慢进城 最好是在其他王朝没有发明出火气之前 就将鸡大王朝平推了 想到这里 陆尘随即拿起了笔 开始写军令 很快 新的军令传到了魏思源和慕长天手上 接下来的时间 慕长天和魏思源加快了进攻的步伐 与此同时 南方的某个城池 赵王看着手上的情报 皱着眉头 久久没有言语 此时 赵王的面前站着十几个他的部下 一个部下开口说道 大王 如今大皇子趁着我们不在 居然和那些藩王的余孽勾结 霸占我们 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地盘 我们不能够就这磨算了呀 这个部下话音刚落 另外 一个部下也开口说道 是啊 大王 要是我们再不派人管管 大皇子还不知道要做出一些什么事来 赵王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他对一些土地的得失并不是看得很重 但是他的部下们就不一样了 那些封国是他们好不容易灭掉的 结果大皇子一来 就把那些土地给占领了 赵王放下手上的情报 扫了一眼自己的部下们 随后淡淡地说道 齐国已经被灭 北国一共派出了六十万大军南下 用不了多久 京城就会沦陷 若是让北王在本王面前打进京城 那个位置就是北王的 北王一旦当了皇帝 本王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现在若是奋兵去和大皇子争夺那几块地 本王还怎么和北王争夺那个位置 听到赵王这话 赵王的部下们顿时愣住 这时候 赵王的一个部下说道 大王目光长远 深谋远虑 我等佩服 赵王继续说道 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北上 阻止北军前往京城 尤其是从和阳郡东进的那支军队 说到这里 赵王抬头看着远方 心里感慨万千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战争打到这种程度 即便最后完成了统一 大厦境内再无藩王 夏皇的权势达到顶峰 但最后落到夏皇手里的依旧是一个残破的大厦 大厦要恢复到战前水平 不知道需要多少年时间 赵王感觉夏皇这魔做有些太过了 不过 他毕竟是站在夏皇这一边的 他也不好说什么 现在他只能够按照夏皇所说的 尽快南上 协助朝廷解决掉北王这 最后一个藩王 穆长天和魏思源在接到陆臣的军令 便加快了进攻的速度 夏皇一开始没有打算阻止他们前往京城 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大厦绝大多数郡县都被北国所掌控 不过穆长天和魏思源的推进速度实在太快了 他们几乎已经快到了京城控制的地带 夏皇发现陆臣还在齐国王都待着 动都没有动一下 若是继续让北国的两支军队继续推进 恐怕到时候 京城都要被这四十万大军给打下来了 这肯定不行 必须要想办法 拖到陆臣南下的时候 才放他们靠近京城 随即夏皇开始调兵遣将 并且暗中给赵王送去了信 让赵王想办法 拖住穆长天率领的那支军队 至于大夏朝廷 则把心思放在对付东边的北国水军 以前都是小打小闹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战争 赵王在收到夏皇的信后 立刻调兵朝着穆长天 那支军队的方向靠近 此时 穆长天率领的二十万大军 还驻扎在京江城休整 有景一卫的存在 赵王的一举一动 穆长天都知道 穆长天也知道 赵王已经带领四十万大军靠近京江城 虽然赵王的军队要比他们多一倍 但是穆长天一点都不慌 赵王和他也算是老朋友了 当年他们为了帮助夏皇争夺皇位 他们多次合作过 穆长天很清楚赵王就是夏皇的人 虽然表面看起来赵王已经起兵造反 但是 从赵王不直接进攻京城 反而跑来拦截北国大军就能够看出来 赵王如今依旧还站在夏皇这一边 此时赵王并不知道 他即将与之战斗的北国大军是谁率领的 在靠近京江城后 他便立刻带领大军打算试探性的进攻 试探一下北国军队的战斗力 早就听说北国军队战斗力强悍 再加上北军在北方取得的战警 这不得不让赵王小心谨慎 不过让赵王有些意外的是 眼看着他们已经兵临城下 结果北军却缩在京江城里面没有进攻 这让赵王感觉很不对劲 就在赵王准备让士兵发动进攻的时候 京江城城楼上穆长天的出现 直接让赵王愣在了原地 穆长天走上城楼之后 直接拿着喇叭大声说道 赵王 别来无恙啊 咱们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吧 听到这声音也是穆长天的声音 赵王顿时眉头紧锁 他心里有些不解 穆长天不是早就死了吗 怎么跑到北国去了 大脑震了一下后 赵王回过神来 他大声地说道 确实有十年莫见面了 你的命还真大 本王以为你早就死了 没想到你还活着 穆长天喝笑了一声 随即说道 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够活到今天 赵王说道 你这时候跑出来 恐怕不是为了和本王掏近乎的吧 穆长天没有理会赵王这话 而是说道 赵王 想不到你在看到我和老周的下场后 还站在陆行秋那边 陆行秋那种泄沫杀驴的暴君 值得你如此追随吗 听到穆长天的话 赵王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虽然赵王的确是站在夏皇那一边的 但是他的人从来不知道这一点 他的部下们都认为他是为了争夺皇位 才会灭掉大厦境内的藩王 并且选择北上 穆长天直接把这种话说出来 要是赵王的部下们都相信了 内心肯定会对赵王不满 他们跟着赵王 这魔拼死拼活 就是为了把赵王送上那个位置 然后他们好当从容之臣 结果赵王居然在暗中当下皇的狗 他的那些部下怎么可能忍得了 赵王冷笑了一声说道 本王身为大厦的藩王 自然不能够看到乱臣贼子篡权夺位 赵王没有肯定 也没有否定 毕竟他们北上就是打着秦王的口号 他这话说出来 他的部下也不会认为这话有什么问题 倒是你穆长天 当初陛下就认为你们穆家想要造反 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造反了 不过本王倒是很好奇 北王也是陛下的儿子 怎么你就投靠了北王 你不还是给陆家做事 还是陆家的狗 穆长天淡淡地说道 北王是贤民之君 远不是陆行丘那个暴君能够比的 听到这话 赵王大笑了起来 一个想着是负篡位的人 能是什么贤民之君 穆长天没有理会赵王这话 而是说道 赵王 趁着战争还没有开始之前 看在我们年少的情义上 我最后劝道你一次 投降北王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赵王说道 可笑 本王岂会投靠乱臣贼子 穆长天说道 既然赵王执迷不悟 那多说无意 开战吧 穆长天话音落下 赵王随即就从自己的剑窍里面 拔出剑 进攻 下一刻 鼓声响起 无数箭士 从士兵战阵中飞出 穆长天也举剑说道 进攻 随即金江城的上空响起了 嗯 的号角声 号角声响起的瞬间 大炮的声音再回荡在金江城的上空 沙纳间 无数的炮弹落到了赵王的大军中 赵王的士兵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炮弹掀翻 炮弹爆炸之处 人仰马翻 尘土漫天 肢体横飞 赵军士兵实不存一 看到这一幕 赵王的士兵都被震慑住了 一时间 恐慌的情绪在大军中蔓延 赵王喃喃而语道 这就是北国的武器吗 难怪大武会在北国跌倒 赵王很快回过神来 他大喝一声 撤退 本来他这次就是试探性进攻 并没有打算打下金江城 如今见识了北国这么恐怖的武器 别说是那些士兵了 赵王自己心中都已经失去了战役 随着撤退的号角声和令旗的挥动 赵军士兵迅速撤退 赵军的撤退速度非常快 最关键是没有一丝的紊乱 即便是被大炮轰击了 赵军士兵还是能够稳住内心的恐慌情绪 这时候 穆长天身边的副将说道 将军 我们要追吗 穆长天立刻说道 不用了 从赵王的军队撤退 就能够看出来 这支军队不一般 他们现在追上去 没办法带重炮 依靠火枪和手雷 还不一定能够取得多大的战果 虽然火器的威力比较大 但是别人的剑也不是吃素的 当然 最关键的是 陆成在军令里面说了 对于战斗力比较强的军队 要尽量以威慑 招安卫主 毕竟大厦今后是陆成的大厦 若是真的彻底打烂了 把大厦男人都给杀得差不多了 以后 他还怎么统一其他王朝 人口对于陆成来说 依旧是重要的资源 穆长天相信 北国的武器已经威慑到了赵王 接下来就看赵王要怎么选择了 若是赵王非要站在夏皇那一边 那就没办法了 赵王撤回到他们占领的某个城池后 内心的情绪依旧久久无法平息 他本来已经预料到了 北国的武器可能会很厉害 但是没有想到 北国武器的威力 居然已经赶上了大宗师出手 那种会爆炸的铁球 到底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怎么小小的一个铁球 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还好穆长天率兵追出来 不然他们今天 恐怕至少要损失三分之一的兵力 这下麻烦了 北国拥有这么强悍的武器 他的士兵根本守不住前往京城的道路 他恐怕无法完成 夏皇交给他的任务了 一想到这里 赵王内心就感到无比的郁闷 怎么北王到了北国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就搞出了这么多的东西 以前这个世界 可没有那种会爆炸的铁球 赵王内心开始担忧起来 这一下子 胜负有些难以预料了 接下来的战争 不是普通人能够干涉的了 只能够把希望寄托在大宗师和天人身上 若是夏皇能够击杀玄月宫的天人 并且成为天人的话 那北国的武器应该是 拿他没有办法 到时候还能够翻盘 但如果夏皇的计划失败了 那夏皇就得从那个位置下去了 夏皇若是失败了 自己应该怎么办 赵王眉头紧锁 思绪万千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赵王一边防范着穆长天东晋 一边思考着自己该怎么办 与此同时 海边的战争也基本上奋出了胜负 大夏虽然派出了精锐 但在北国炮火的轰炸下 最终朝廷大军依旧是节节败退 夏皇剑局势这么紧迫 心里甚至已经产生了派大宗师 前去助阵的想法 不过就在此时 东边和西边的北国军队都停下了前进 他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与此同时 齐国王都 陆臣在齐王老百姓的欢送下 踏上了南征的道路 陆臣骑在马上 眺望着京城的方向 自言自语地说道 本王回来了 在听闻陆臣率领 十五万大军南下的消息后 夏皇和弦越宫的叛徒们 都非常的兴奋 激动 等了这么久 他们的计划总算是可以实施了 北王抵达京城之时 就是北王和弦越宫的老公主丧命之日 陆臣率领的十五万大军 南下的速度非常快 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挡 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就抵达了京基地区 在抵达京城外围后 陆臣并没有着急助主动进攻 他让京城的锦衣卫都活跃了起来 收集更多关于京城的情报 京城真正有威胁的 不是朝廷的那些士兵 而是现在在京城的那些高手 经过锦衣卫和各方面的调查 陆臣也基本弄清楚了 现在京城的情况 京城内拥有大宗师以上实力的人 包括弦越宫的大宗师 一共有十个 这其中有三个伪天人 也就是夏皇和弦越宫的那两个叛徒 是伪天人 陆臣这边的大宗师数量并不多 但是陆臣这边有两个天人 一个天人顶十个大宗师不是问题 京城大宗师再多陆臣也不担心 陆臣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皇宫里面那件能够杀死天人的武器 只有那件武器被摧毁了 他才能够放心攻打京城 不过经过半个月时间左右的打探 锦衣卫都没有找到 那件能够杀死天人的武器 在什么地方 太安城 某个世家的府邸 太安城已经属于京基之地 陆臣到来太安城后 太安城的世家大族 都已经被吓得逃跑了 陆臣便随便找了一个世家大族的院落 当成是落脚之地 此时此刻 陆臣坐在亭子的石头凳上 翻看着手上的锦衣卫会报上来的情报 这时候 云仙仙和陈婉荣进入院子 云仙仙看着陆臣 直接问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攻打京城 陆臣放下手上的情报 抬头看着云仙仙 微微叹了口气 我本来打算等有那件神兵的消息之后 再发动进攻 但是这魔九过去了 锦衣卫还是没有查到 那件神兵放在什么地方 云仙仙淡淡地说道 本座没有出现 他们怎么可能将那件神兵拿出来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进攻 当他们看到本座之后 他们必然会使用那件神兵偷袭本座 陆臣想了想 若是最后没有别的办法 那就只能够这魔座了 就在陆臣准备开口 叫丫鬟去召集武将开军事会议时 外面突然一个侍卫 急急忙忙地进入院子 王爷 府邸外面有很多不明势力的人 他们说 他们是洛阳建宗和太初圣殿的人 听到这话 陆臣心里一正 洛阳建宗和太初圣殿 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陆臣本来想的是 这两个势力的人在海上 没有大半年时间 恐怕没办法和自己取得联系 结果这才三个月不到 他们就来了 他从一开始 就没有指望洛阳建宗 和太初圣殿的人 能够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作用 不过 既然他们来了 那就不一样了 就是不知道 他们来的人之中 有多少伟天人和大宗师 陆臣随即说道 立刻带他们来院子 是 王爷 很快 侍卫带着两个身体壮硕 先锋道骨的白发老者 进入院子 这两个老人刚一出现 云仙仙眉头一皱 瞬间提高了警惕 与此同时 轩辕昭歌也突然出现在院子之中 他并没有出手 但也同样满脸警惕地看着那两个老者 就在这时候 陆臣立刻用系统试别了一下他们的身份 名字 慕红光 身份 太初圣殿的殿主 实力 天人静 忠诚度 一百 名字 夏天元 身份 洛阳建宗的宗主 实力 天人 忠诚度 一百 这 看到两人的资料 陆臣愣了一下 他只是给他们下达了和自己取得联系的命令 结果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一中之主居然亲自跑来见自己了 陆臣回过神来后 立刻说道 二位远道而来 辛苦了 夏天元和慕红光联盟同时行礼 随后一前一后说道 洛阳建宗宗主夏天元 拜见少主 太初圣殿殿主慕红光 拜见少主 听到两人这话 轩辕 招歌松了口气 原来是自己人 但是云仙仙就不淡定了 虽然这两个老者 都隐藏了气息 但是他能够感受出来 这两个老者 都是天人强者 尽管天人强者 在修仙界不算什么 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天人 还是比较珍贵的 现在居然同时出现了两个天人 并且 他们居然还给 陆臣行礼 而且看起来对陆臣十分恭敬 还叫陆臣少主 似乎是陆臣的人 这怎么可能 陆臣身边已经有一个天人了 现在居然又多出来了两个天人 他这个孽徒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麽能够在这个低级世界 和这魔多天人扯上关系 不应该啊 而且 他来这个世界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个世界有太初圣殿和洛阳建宗这两个势力 这两个势力 又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云仙仙忽然觉得自己 是不是招惹到了一个 从修仙世界掉下来的修仙世家的公子哥 陆臣此时说道 本王没有想到 你们二位 竟然亲自来了 夏天元说道 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 等候少主千年 如今终于等来了少主 属下自然要亲自前来 保护少主的安全 听到夏天元这话 云仙仙柳眉微台 听这人的话 陆臣来到这个世界 是早就已经注定的 也就是说 陆臣还真的 有可能是从修仙世界 被弄到这个世界来磨练的 这种事情 在修仙世界非常常见 一些修仙世界 就喜欢将自己家族的年轻一代 下放到低等级的世界 让他们在低等级世界磨练 等他们修炼到一定程度 才会让他们 回归原来的世界 难怪陆臣 拥有龙凤阳诀这种高阶的功法 原来他的身份本来就不凡 一时间 云仙仙顿时感觉 自己捡到了一个烫手山芋 他在修仙世界 向来比较孤僻 他并不愿意 和那些修仙世家的公子哥们 产生交集 就在此时 陆臣想到了 云仙仙还在 于是对云仙仙说道 师尊 我还有事需要处理 我们刚才说的事情 明天再商一把 说到这里 陆臣又对夏天元 和沐红光说道 夏宗主 穆殿主 你们随本王来 随后 陆臣带着沐红光和夏天元 去了书房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云仙仙陷入了沉思 似乎在想什么 陆臣将夏天元和穆红光 带到书房之后 通过他们了解了一下 目前洛阳建宗 和太初圣殿的情况 也大概了解了一下 黎阳岛和太初岛 目前发展的如何 了解完洛阳建宗 和太初圣殿的事情后 陆臣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扫了一眼夏天元和穆红光 随后对夏天元说道 夏宗主 你说 你们已经在这个世界 等待了本王千年 本王很好奇 为何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陆臣以前一直没有对系统召唤的人 进行刨根问底 因为他感觉系统会阻止自己 打听一些事情 但是这一次 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也不管系统会不会阻止自己 打听这些事了 听到陆臣的问题 夏天元回答道 回少主 根据我们的宗门文献记载 我们洛阳建宗和太初圣殿的老祖 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后 已经身受重伤 他们知道 少主您一定会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留下了文献 让我们等待您的到来 这一等 一千多年便过去了 听到这话 陆臣愣了一下 难怪系统不阻止自己 询问他们这些东西 系统的安排 还真是天衣无缝 太初圣殿和洛阳建宗的老祖人都没了 自己再怎么问也问不出什么来 陆臣也不在这个事情上浪费时间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夺得大夏皇位 想到这里 陆臣夏天元和穆宏光说道 夏宗主 穆殿主 你们两个来得正是时候 本王正打算攻打京城 夺得大夏皇位 有了你们二位的帮助 本王相信 这次一定会十分顺利 夏天元立刻说道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此时穆宏光突然说道 对了 少主 我们在来的途中 在大夏境内 遇到了魔教的身影 听到这话 陆臣心里一正 随即他说道 你们常年住在东南海上 也知道魔教的存在 夏天元说道 是的 有一些魔教 曾经跑来太初岛 和黎阳岛搞破坏 不过 他们最终都被我们赶走了 陆臣问道 你们是否知道太阴神教 听到这个问题 夏天元和穆宏光 互相看了一眼 随后穆宏光说道 知道 太阴神教 曾多次攻打太初岛 和黎阳岛 不过在五百年前 我们海上两大势力 联合起来 杀了太阴神教 不少高手 连他们的教主 都死在我们的手上 陆臣淡淡地说道 最近太阴神教 又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他们的教主也复活了 这 穆宏光和夏天元 微微一愣 他们两个显然是没有想到 太阴神教的教主 居然能够复活 夏天元和穆宏光 回过神来后 立刻一口同声地说道 请少主放心 我们必定想办法 灭掉太阴神教 以解少主之忧 陆臣淡淡地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你们这次来大厦 带了多少大宗师 穆宏光率先回答道 太初圣殿这次来大厦 一共带了两名 和道七长老 十名大宗师 穆宏光回答完后 夏天元又接着回答道 洛阳建宗 这次来大厦 带了一名和道七长老 十三名大宗师 听到两人的回答 陆臣心里愣了一下 当初系统奖励洛阳建宗 和太初圣殿的时候 系统对于这两个 势力的大宗师介绍是 大宗师若干 陆臣那时候 显然还没有意识到 这两个势力的大宗师 到底有多少 他那时理解的 若干就是几个而已 最多不超过十个 他想的是 系统都奖励天人和 伪天人手下了 所以 大宗师自然就显得 微不足道了 所以 系统才会忽略 大宗师的数量 现在看来 完全是自己误会了 从太初圣殿 和洛阳建宗带 这魔多大宗师出来 就能够看出 系统所说的 大宗师若干 还真的是 若干 啊 陆臣回过神来后 好奇地问道 你们各自的事里 有多少大宗师 慕洪光率先回答道 回少主 属下离开太初圣殿时 太初圣殿 一共有五十名大宗师 陆臣心里一正 他的目光紧接着 又落到了夏天元的身上 夏天元说道 洛阳建宗 一共有75名大宗师 陆臣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系统一开始就说过 随着他的孩子数量增加 他再次获得子嗣后 得到的奖励 就可能更加的丰富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次他居然得到了 这么庞大的两个势力 各大王朝明面上 加起来的大宗师 恐怕都没有 太初圣殿一个势力的 大宗师多吧 陆臣不解地问道 你们两个势力 为何拥有这么多大宗师 听到这个问题 慕洪光和夏天元 相互看了一眼 他们显然没有想到 陆臣会问这个问题 夏天元此时 困惑不解地反问道 少主为何这样问 陆臣直接说道 现在各大王朝明面上的 大宗师加起来 恐怕也没有 太初圣殿的大宗师多 这 夏天元和慕洪光 这下明白 陆臣为师摩会这么问了 夏天元随后说道 少主 我们两大势力 一直待在黎阳岛和太初岛上 对姬大王朝 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这一千年来 都是安稳发展 自然而然的 就拥有了这么多大宗师 而且 当初我们在抵抗太阴神教入侵时 还损失了不少大宗师 陆臣再次陷入了沉思 要模 姬大王朝暗中 隐藏的大宗师数量 比他想象的多 要模就是 姬大王朝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导致了大宗师的数量锐减 这模一说 陆臣突然想起来 以前听说过的一件事 玄月宫的某个天人 曾经对姬大王朝的大宗师 大开杀戒 杀得活下来的大宗师 最后都被吓得躲了起来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才导致了姬大王朝的大宗师 数量比较稀少 想到这里 陆臣也莫再继续纠结这个问题 好了 本王随你们 去献献太初圣殿 和洛阳建宗的弟子吧 夏天元和穆红光 一口同声说道 是 少主 在穆红光和夏天元的代理下 陆臣献了一下 他们两个从太初圣殿 和洛阳建宗带来的那些人 当陆臣见到那些人时 再次被震惊到了 洛阳建宗 和太初圣殿带来的人里面 几乎是人君宗师 连半部宗师都没几个 九瓶以下更是一个没有 陆臣很怀疑 有了这股力量 统一级大王朝 是不是连火器都不需要了 建完太初圣殿和洛阳建宗的人后 陆臣的情绪久久无法平息 他内心已经热血沸腾 想着指挥着大军横推个大王朝 一统天下 下午 陆臣召集了轩元臣等一众武将 对明天的事情做了安排 明日 他们将出兵进攻京城 明天的主场并不是北国士兵和朝廷的军队 涉及到了伪天人的存在 即便是拥有火器的士兵 在伪天人面前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北国士兵主要作用是等陆臣 他们解决了最棘手的几个人物后 他们进入京城控制朝廷的军队 同时维持京城的秩序 在召开完军事会议后 轩元臣等武将离开了陆臣的临时书房 此时已经到了傍晚时分 陆臣没有在书房过多的停留 他直接前往了主院 打算今晚吃了晚饭便早点休息 就在他刚进入自己的房间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突然从自己的床上传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陆臣迎着声音看过去 发现是云仙仙 云仙仙身穿一身淡青色纱裙 盘腿坐在陆臣的床上 身上散发着若隐若现的仙气 只不过这仙气有些含义 陆臣没有立刻说话 他扭头将门关好 随后才转过身来说道 师尊这是什么问题 师尊不是早就知道弟子是从其他世界转生到这个世界的人吗 云仙仙面色冰冷地说道 卫师自然知道你是从其他世界来的 但卫师并不知道你真实的身份 你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聚集这魔多天人强者 足以证明你不是普通人 你在这个世界的一切 都有人给你铺好了路 对于你来说 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磨练罢了 据本作所知 只有修仙世界的一些修仙世家 才会将自己家族的子弟下放到一些低级世界历练 听到云仙仙这番话 陆臣笑着问道 所以师尊觉得我是某个大家族的子弟 你若不是某个修仙世家的人 你不可能拥有像龙凤阴阳诀这种高等级的功法 陆臣依旧没有直接回答云仙仙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若是弟子真的是某个修仙世家的子弟 师尊打算如何做 云仙仙淡淡地说道 那本作可就要考虑一下离开这个世界后 要和你保持距离了 本作向来独来独往 不喜欢和修仙世家的人有来往 陆臣说道 原来是这样 不过师尊还请放心 我的背后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修仙世家 我就只是一个普通人 听到陆臣的回答 云仙仙的紫色瞳孔直勾勾地凝视着陆臣 似乎要将他看透一半 一时间 房间内的空气变得更加的寒冷 陆臣也能够感觉到明显的寒意 师徒二人就这模互相对视着对方 过了不知道多久 云仙仙这才冷漠地开口问道 你觉得 卫师像是傻子 陆臣笑着回答说道 弟子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云仙仙说道 你若是身后 没有修仙世家 那洛阳建宗和太初圣殿这两个庞大的势力 为何会投奔你 难不成那两个天人脑子有病 陆臣说道 有些事情 我暂时还不能够告诉师尊 但是请师尊相信弟子 弟子身后 确实是没有什么修仙世家 弟子上辈子 就是一个普通人 就在陆臣说这话的时候 云仙仙的紫色瞳孔散发出紫色的光芒 当陆臣的这话落下后 云仙仙微微一愣 陆臣这话 竟然说的是真的 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看穿一个人有没有说谎 陆臣如果撒谎的话 刚才他一下子就能够看出来 但经过他的判断 陆臣确实是没有说谎 也就是说 陆臣上辈子 确实是一个普通人 背后并没有修仙世家 但如果他身后 没有一个庞大的势力 那洛阳建宗和太初圣殿 怎么可能主动跑来 投靠陆臣 云仙仙回过神来后说道 那你打算何时将你的那些秘密 告诉卫师 陆臣说道 等时机成熟 弟子自然会告诉世尊 云仙仙冷哼了一声说道 卫师劝你 还是保持警惕 不要成为了别人的棋子 这个世界 没有免费的午餐 如果陆臣身后 真的有一个势力 在帮助陆臣 并且 这个势力还能够让洛阳建宗 和太初圣殿 这种庞大的势力 臣服陆臣 那说明 这个势力 一定是想要从陆臣的身上 得到什么 云仙仙 身为修仙世界的人 知道修仙世界的残酷 他自己当初接近陆臣 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利用陆臣双修 然后恢复实力 所以 他相信 那个势力肯定也是想要利用陆臣 做什么事 虽然他一开始接近陆臣的目的 只是为了利用陆臣 但是如今 云仙仙内心深处 已经产生了一种战有欲 在他看来 陆臣已经是自己的弟子 他不想看到 别人利用陆臣做什么 就算利用陆臣 也只能够是自己利用陆臣 陆臣说道 多谢师尊关心 弟子一定谨记师尊的教诲 云仙仙这时候说道 本作也不和你废话了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说到这里 云仙仙就准备离去 不过陆臣此时突然开口说道 师尊 且慢 听到这话 云仙仙扭过头来 面无表情地看着陆臣问道 怎么 你还有事情 陆臣面带笑容说道 师尊 明天我都就要攻打京城了 要不要弟子 帮你继续恢复一下实力 云仙仙淡淡地说道 你如今身边又多了两个天人手下 而且从太初圣殿和洛阳剑宗带来的那些人来看 这两个势力的实力非常强大 根本不需要本作了 陆臣说道 师尊这是什么话 弟子若是没有师尊帮助 如何找到那件神兵 听到这话 云仙仙心里喝笑了一声 看来这个弟子还不算傻 没有因为另外两个天人的到来就飘了 还知道自己对他有用 云仙仙说道 那好 上来吧 云仙仙话音落下 陆臣便晚饭多么吃了 直接朝着床榻走去 一边走一边将自己的衣服脱下 展现出自己完美的腹肌和身材 上床后 陆臣坐到了云仙仙的对面 弹起了腿 上了床后 陆臣开始运转全身灵力 此时 云仙仙的紫色瞳孔注视着陆臣的眼睛 很快便将陆臣内心深处的欲望给调动了起来 陆臣忍受着身体的躁动 好奇地问道 师尊 你以前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这魔修炼过吗 云仙仙冷漠地回答道 你认为本座是什么人 见的男人就往上面贴 陆臣说道 如此说来 弟子是师尊的第一个一起修炼的男人 原来师尊的第一次给了弟子 听到这话 云仙仙美眸一抬 柳眉微皱 不知道 魏师魔 他总感觉陆臣这话怪怪的 陆臣继续说道 师尊 龙凤阴阳宫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修炼的 听到这话 云仙仙说道 哦 是吗 云仙仙还不知道修炼龙凤阴阳宫意味着什么 在他看来 龙凤阴阳宫只不过是一个双修功法 只要是男女就能够在一起修炼 并没有别的什么条件 陆臣说道 要修炼龙凤阴阳宫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师尊和弟子一起修炼了这么多次 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听陆臣这么一说 云仙仙微微愣问一下 至关重要的条件 那是什么条件 为何自己一直不知道 云仙仙随即问道 什么条件 陆臣回答道 这个功法 必须要男女对彼此有感情 才能够修炼 师尊第一次和弟子修炼的时候 不就通过某种方法让弟子 对你产生邪恶之心吗 那师尊应该早就知道 可这一点才是 陆臣的这个回答 瞬间让云仙仙愣住 然而就在下一刻 云仙仙身体猛然释放出一道道寒气 直接将整个房间都给冰封了起来 连陆臣都差点被冰封了 云仙仙紫色的瞳孔 冷冷地注视着陆臣 你想说什么 见云仙仙身上寒气弥漫 陆臣立刻说道 弟子只是实话实说 还请师尊勿要动怒 云仙仙怎么可能没有听懂 陆臣刚才那番话 陆臣说 修炼龙凤阴阳宫 需要男女双方 都要对彼此有感情才行 那陆臣的意思 不就是说自己对他有意思 有那方面的想法 这家伙还真是敢想 自己堂堂一个仙界的圣女 怎么可能对他有想法 真是一个孽徒 他果然是想要歧视灭族 云仙仙随后说道 本座劝你 最好不要有其他想法 本座收你为徒 不代表本座 就能够永无止境地容忍你的行为 陆臣并没有立刻认怂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身边 又来了两个天人的缘故 陆臣的胆子也变得大了不少 陆臣说道 师尊 弟子只是说出了 龙凤阴阳宫修炼必要的条件 师尊为何生气 难道师尊是被弟子说中吗 一而动怒 所以着急着否认 云仙仙心里一正 你 此时的云仙仙 显然没有意料到陆臣 今天居然这么大胆 敢直接轻薄自己 虽然他早就意识到了 陆臣心中对自己的想法 甚至于这家伙 该经常在和陈婉荣 做那种事情的时候 嘴里还叫着师尊什么的 云仙仙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即说道 看来那两个天人的到来 给你壮了胆 敢阵魔对本座说话了 天人在这个世界确实厉害 但你不要忘了 天人只是修仙的开始 离开了这个世界 天人根本不算什么 你若是继续这般虎脚蛮缠 等今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本座必会对你严惩 陆臣直视着云仙仙那双威严的子谋说道 弟子曾经听说过阵魔一个说法 修仙 修的是心 若是师尊要否认自己的内心 否认自己的感情 不用等到离开这个世界 现在就可以直接动手 杀了弟子 这样才能够了解师尊的烦心 陆臣这么一说 云仙仙身上再次爆发出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气 云仙仙随即呵斥说道 住嘴 你以为本座不敢杀你摸 说到这里 陆臣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冻结了一样 随即一层层冰往自己的身上爬 很快 自己的下半身就好像是被冻结了起来一样 陆臣这时候反而闭上了眼睛 弟子还是那句话 若是师尊要动手 现在便动手吧 反正弟子是实话实说 修炼龙凤阴阳宫 就是需要男女互相对彼此有感情 换句话说 师尊内心对弟子也是有感情的 你 哗啦啦 又是一道冰冷的寒气从云仙仙的身体迸发出来 此时整个府邸都感受到了这股刺骨的寒气 人们纷纷看向陆臣的房屋 就在这时候 轩辕昭哥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大王 您 没事吧 虽然轩辕昭哥这知道 这股寒气是云仙仙身上爆发出来的 但房间里面传来这么大的动静 这也让他不得不担心 里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若是真的出了什么事 自己必须要赶紧进去保护陆臣才行 陆臣回答道 本王没事 听到陆臣的声音后 轩辕昭哥这才放心下来 若是大王有什么事 记得提醒属下 属下先退下了 陆臣淡淡地说道 退下吧 轩辕昭哥这磨一大段 云仙仙也稍微平静了下来 他冷冰冰地对陆臣说道 今天修炼就到这里 本座回去了 虽然刚才他表现得很凶 但是他也只是威慑陆臣 不代表他真的下得去手 一方面是陆臣对他来说 还有很大的作用 他要靠陆臣才能够快速地恢复实力 另外一方面 他内心确实有些波动 他看到陆臣那副不怕死的样子后 只感觉非常无奈 云仙仙心里愤愤地想到 这个欺失灭祖的混蛋 居然还真的想对本座做那样的事情 要不是为了恢复实力 看本座不把他冻成冰雕 就在云仙仙准备离开之际 陆臣再次开口说道 师尊 弟子还有一事 云仙仙冷冷地说道 本座不想和你多说什么 陆臣说道 若是师尊 想要继续这么逃避下去 弟子也无话可说 但师尊有没有想过 师尊和弟子在一起修炼的这种行为 本就是道理之间才能够做的 师尊和自己在一起 修炼了这么多次 若是将来有一天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回到了修仙世界 师尊的同门 或者师尊的家族 知道了这事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 师尊不在乎 难道他们也不在乎吗 一男一女 共处一室 还在一张床上 要说什么都莫做 只是老老实实地打坐修炼 修炼的 还是龙凤阴阳宫 这种特殊功法 你觉得 他们会相信 我们是清清白白的 听到陆臣这番话 云仙仙心里大振 随即他冷冷地 看着陆臣的眼睛说道 你在威胁本座 他们现在还没有出去 结果陆臣 就拿出去之后 会发生的事情说是了 而且 这种事情 只要陆臣不说 大概率就不会有人知道 但陆臣这魔直接说出来 就说明 陆臣这是在利用这事威胁自己 陆臣立刻说道 弟子不敢 云仙仙冷声问道 你到底想做什么 陆臣说道 弟子不想做什么 弟子只是觉得 师尊不应该遏制自己内心的感情 云仙仙冷漠地说道 你以为本座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本座好歹在你身边待了这么久 早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是惦记着本座的身子 陆臣说道 弟子承认 弟子确实是惦记着师尊的身子 但是弟子这也是为了师尊好 虽然弟子和师尊一直在修炼龙凤阴阳宫 但是 他们这样打坐修炼 根本没办法发挥龙凤阴阳宫的作用 若是师尊和弟子采用龙凤阴阳宫的正常修炼之法 也许师尊的实力早就恢复了 云仙仙冷冷地说道 你不必多说了 本座是绝对不可能答应你这事的 话音落下 云仙仙直接原地消失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看到云仙仙就这么跑了 陆臣不仅没有感到挫败 反而嘴角微微上扬 云仙仙对他的好感度早已经达到98了 自己是该推他一把了 若是他们继续保持这样的修炼之法 他们的关系就很难再进一步 不如干脆挑明了 陆臣相信 云仙仙也知道自己缠他身子 既然他心里知道 那自己也没有必要装下去 当然 和云仙仙确立关系 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做到的事情 毕竟云仙仙身份比较特殊 是修仙世界的仙子 当初他为了瓦解楚与秦内心的防线 也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所以 陆臣心里并不是特别着急 慢慢来就是了 与此同时 云仙仙回到自己房间后 一想到刚才 陆臣对自己说的那番话 他内心就无比的气愤 身上的寒气不断地在房间里面肆虐 整个房间都被冻成了一个冰窟 尽管早就知道了 这个小混蛋对自己的身子有想法 并且 他还利用了这个小混蛋 对自己的欲望 修炼龙凤阳功 但是他完全没有料到 这个小混蛋会 这磨大胆 居然自己向自己提出来 但是话说回来 陆臣说的 关于龙凤阴阳功的修炼条件 似乎并不是乱说的 他身为一个修仙者 对功法的运转条件 都是比较熟悉的 正是因为 他对功法运转很熟悉 他每次和陆臣修炼的时候 才会让陆臣看着自己的眼睛 然后主动挑动陆臣内心深处的欲望 之前都是他主动挑动陆臣内心深处的欲望 却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对陆臣也有那种感情 现在想想也是 自己若是对陆臣没有好感的话 他们两个是没有办法修炼龙凤阳阳功的 想到这里 云仙仙柳梅一皱 自己活了上千岁 居然会对一个好色之徒产生感情 以往在修仙世界的时候 他最讨厌的 就是那些整天想着女人的修仙者 尤其是那些大家族的子弟 整天不务正业 就知道 找一些漂亮的仙子型苟且之事 云仙仙连忙运转伶俐 平复自己内心的躁动 云仙仙心里想到 或许是因为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太久了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 自己同一个世界的人 从而把陆臣这个 从其他世界来的人 当成了同伴 这才对他产生了好感 想到这里 云仙仙冷哼了一声 自言自语地说道 欺尸灭祖的孽徒 想要喂尸的身子 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云仙仙决定 以后防范着陆臣 免得这个家伙抓住机会 真把自己给祸害了 至于杀了陆臣 一劳永逸的想法 他是不可能有的 陆臣对于他来说 很重要 无论是从现实利益 还是情感 寄托来说 都重要 他能够做的 就只有防范他 以免被这个家伙给得逞了 云仙仙心里 暗暗下定决心 等以后 有能力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就离那个 孽徒远一点 修仙世界 何其之大 只要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他们一生想要再见面 都非常的困难 想到这里 一直冷冰冰 从未因为面前的困难 而低头的仙子 今日却微微叹了口气 真是孽缘 第二天早上 陆臣起来的时候 云仙仙已经在院子里面 虽然昨天晚上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但是因为今天要攻打京城 云仙仙也只好出来 陆臣刚从房间里面出来 云仙仙身体就散发出一道道寒气 陆臣都感觉到寒气直奔他而来 看到这一幕 陆臣并没有太在意 他面带笑容说道 师尊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云仙仙没有理会陆臣的话 而是淡淡地说道 等你登基称帝后 本座就和荣荣回旋月宫 陆臣愣了一下 不过 他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回去就回去吧 反正云仙仙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 他总有一天会让这个仙子 成为他的女人 我知道了 云仙仙随后朝着院子外面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抓紧时间吧 让你的那几个天人属下都准备好 一旦夏皇他们使用了那件神兵 就立刻将那件神兵夺过来 陆臣也没有犹豫 直接跟在云仙仙的后面 前往了军营 紧接着 陆臣便带领十五万大军直奔京城而去 只用了不到一个上午的时间 陆臣便抵达了京城 这期间里面他们没有遭遇任何的抵抗 简直顺利地不行 陆臣也看出了夏皇的想法 夏皇肯定是想着等将玄月宫的天人解决之后 然后再让朝廷大军反击 一旦北国这边没有了天人 而夏皇那边有伟天人的情况 伟天人能够碾压北国的士兵 若是现在让朝廷的大军阻拦北国士兵 那对于朝廷大军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北国士兵的战斗力他们已经见识到了 现在派士兵阻拦陆臣南下 那纯粹就是让朝廷的士兵送死 现在还在京畿附近的朝廷大军可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夏皇可不会派他们去送死 双方都非常的清楚 这一战的关键在于除掉对方最厉害的人 只要双方的伟天人和天人磨了 这场仗基本上没势磨可打的了 此时的京城内一片慌乱 能跑的早就跑到南方去了 现在大多数都是没办法跑的 陆臣在抵达京城外后 便立刻让士兵开始练讨角西文 陆臣并没有说要讨伐谁 他只是说夏皇的身边有奸臣 这时候 朝廷的大臣们已经来到了宣政殿 心急如焚地等待着 北王已经兵临城下了 结果夏皇还没有出兵 一想到北国大军的战斗力 大臣们一个个就吓得脸色苍白 有一些大臣甚至已经做好了 直接投降北王的准备 有这样想法的大臣并不少 反而是大多数 在他们看来 都是陆家人 谁当皇帝都是皇帝 儿子和父亲争夺皇位 他们这些做臣子的掺和什么 他们只需要等待着 看谁能够获胜就行了 就在大殿内的大臣们 焦躁不安时 突然间 一个身穿黄金色盔甲的身影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那人身披黄袍 缓缓地走进了大殿 看到来人是夏皇 大臣们瞬间安静下来 并且立刻一口同声地说道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行完礼后 一个大臣便立刻说道 陛下 叛军已经兵临城下 如今京城危在旦夕 臣恳请陛下立刻出兵 夏皇淡淡地说道 你没有看到 朕身上穿的铠甲吗 这 大臣们似乎明白了夏皇的意图 一个大臣连忙说道 陛下 战场危险 陛下切不渴 那个大臣 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夏皇打断道 朕听闻 那个镊子 刚才在城外念了一篇西文 说要讨伐奸臣 众爱卿就随朕去城楼看看 看看那个镊子要讨伐的究竟是哪一个奸臣 此话一出 众臣后辈顿时冒起了冷汗 若是北王被打败了 那北王讨伐的奸臣反而有可能会成为夏皇最信任的人 但若是北王成功了 北王进城后 第一个解决的肯定就是他们口中的奸臣 如今北王来势汹汹 谁也不想成为北王口中的奸臣 这时候 林高远站出来主动说道 陈愿随陛下 一同前往城楼 共同抵御叛贼 听到这话 夏皇大笑着说道 林爱卿 朕果然没有看错你 见林高远都发话了 其他大臣也纷纷表态 陈等愿同陛下一起守护京城 誓死不退 好 很好 那我们现在便去看 那个孽子到底想做什么吧 说到这里 夏皇便直接转身离开了宣政殿 直接沿着大道朝着城楼走去 夏皇不太有力 眼神坚定 意气风发 心中热血沸腾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 夏皇心里喃喃而语道 今日之后 大夏将在吴帆王 很快 夏皇就带领着朝廷一帮大臣来到了城楼 眺望着远处的北国大军 大臣们再次看到北王时 内心都有无限的感慨 当年他们所有人都看走了眼 他们一直以为北王只是一个废物 结果没有想到 北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 便将北国发展得这么强大 不仅北上打败了蛮族 还击溃了大五王朝的大军 逼得大五王朝签订合约 最终还带领大军打到了大夏京城 回到几年前 谁能够想到北王能够有如此成就 一些大臣心里都很后悔 当年他们怎么就没有和北王搞好关系 要是当年他们和北王搞好了关系 也不至于如今看到北王兵临城下后 担惊受怕 这时候 夏皇在城楼上大声呵斥道 孽子 你这是要造反吗 陆臣并没有立刻回答夏皇的问题 在见到夏皇后 陆臣从马上下来 随后朝着城楼上的夏皇行礼说道 儿臣拜见父皇 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虽然陆臣是来抢夺皇位的 但是夏皇名面上是他的亲生父亲 尽管自己对夏皇没有感情 但是该遵守礼仪 还是要遵守的 而且陆臣有一种感觉 自己现在若是是父夺位 那将来自己的孩子就很可能会有样学样 这会给自己孩子树立不好的榜样 当然 尽管有这方面的担心 但是这个皇位陆臣还是要争夺的 夏皇冷笑着说道 镊子 你如今带兵围攻京城 何必还假惺惺的向阵行礼 陆臣行完礼后 大声说道 父皇身边有奸臣 不仅蛊惑父皇做了伤天害礼之事 还挟持父皇号令天下 如今儿臣率兵前来 势必为父皇清除奸臣 让父皇恢复自由之身 重振皇室威严 听到陆臣这话 夏皇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奸臣 可笑 镇的身边只有忠臣 从来没有过所谓的奸臣 你想造反也编个像样的理由 罢了 既然你已经踏上了造反这条路 那镇也只好不顾父子之情了 说话间 城墙上的弓箭手 齐刷刷的都站了出来 弓箭手们手上拿着的 全是川云弓和川云剑 夏皇抬起手 往前一挥 刹那间 无数的川云剑飞向外面的大军 北国大军立刻变换阵型 拿着盾牌的士兵立刻挡在了前方 不过那些川云剑还没有接触到北国士兵 就直接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控在了空中 看到这一幕 顿时引起了一众大臣惊慌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居然能够直接将这魔多箭全部拦减 天人 对 一定是天人 只有天人才有这样的能力 他们早就听说玄月宫的天人去了北国 如今看来 这个传闻是真的 玄月宫的天人居然真的站在了北国那边 这下完了 北王有了天人的帮助 想要皇位 那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一时间 城楼上几乎所有大臣都开始思考着等北王打进京城后 他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投降了 然而 夏皇和那些大臣不同 他看到这一幕后 不仅没有恐慌 嘴角反微微上扬 他就在等那个天人出现 只要解决掉那个天人 战争很快就能够结束 就在这时候 北国士兵突然开始后撤 只留下了几个人 看到这一幕 城楼上的人再次愣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为何北国士兵后撤了 他们不要攻城吗 怎么这就撤退了 很快 一个光着狱卒 身穿青色衣服 一头白发的女子走到了陆城的他们的前面 女子一出现 城墙上的人都因为女子的美貌失神了片刻 好漂亮的女子 这个女子根本不像是这个世界的凡人 众人瞬间明白过来 这就是那个玄月宫的天人 剑云仙仙出现了 披着斗篷的宇长青和扶红仇来到夏皇的身边 宇长青说道 陛下 我们会替你杀了北王 还请你抓住机会除掉玄月宫的天人 若是玄月宫的天人不死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 夏皇平静地说道 不用你们提醒 朕知道该怎么做 听到他们的对话 一旁的大臣又一次愣住 听他们的意思 夏皇能够杀死天人 这怎么可能 天人在人们看来就是仙人一般的存在 普通人怎么可能杀死仙人 这些身穿黑袍的人又是谁 怎么他们没有听说过这些黑袍人 大臣们现在满脑子的疑问 不过他们很清楚一点 那就是夏皇一直在藏桌 夏皇还有底牌 并且他的底牌非常厉害 根本不怕天人 一时间 人们又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传言 传闻皇宫之中 有一件能够杀死天人的神兵 之前人们一直认为 这只不过是一个谣言 现在看来 恐怕夏皇的手上还真的拥有一件 能够杀死天人的神兵 那这么说来 这场战争谁胜谁负 还是个未知数 就在这时候 夏皇身边的黑袍人瞬间从城楼上跳下去 直奔远处的路程 与此同时 夏皇也让人将那件邪恶的神兵拿来 尹卫迅速抬着一个散发黑气的箱子来到夏皇面前 感受到这个箱子散发的恐怖气息 城楼上的大臣们都忍不住朝着后面推了几步 夏皇没有理会众臣的反应 他直接打开箱子 打开箱子的一瞬间 里面的黑气瞬间迸发出去 散发出来的黑气直接将整个城楼都给覆盖了 大臣们都被这团黑气给包裹着 城楼上的大臣和士兵立刻变得惊慌失措 以为这是要发生什么了 不过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此时 远处的路程也看到了从城楼上迸发出来的黑气 他全身的细胞在那一刻变得颤离起来 路程眉头一皱 看来那件神兵已经拿出来了 就在这时候 云仙仙操控着自己的等身傀儡飞到了空中 看到这一幕 夏皇眼睛 瞬间散发出出锐利的光芒 好机会 随即夏皇握紧那件神兵 对准天空中的云仙仙 当与长青和复红仇快要接近路程的时候 他们直接发动了进攻 一道道剑气直奔路程而去 但路程却并没有躲避 路程抬手一剑挥出 千层浪 无数剑气迎面上 两边剑气相撞 掀起漫天的尘土 看到这一幕 城楼上的大臣们再次惊呆了 就刚才路程身上释放出来的威士 绝对已经超过了宗师 尤其是路程释放出来的几道剑气 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动静 这说明路程至少都拥有大宗师的实力 北王居然是大宗师 北王去北国的时候 还是一个从来没有练过舞的人 就算他再怎么天赋一饼 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 成为一个大宗师吧 要知道有些人练武一辈子 都不一定能够成为大宗师 北王是怎么做到的 此时城楼上的夏皇也微微正了正神 不过很快他就回过神来 对于他来说 无论路程是什么实力都无所谓了 因为很快路程就会死了 就在这时候 宇长青和浮轰仇的出现 引起了云仙仙的主意 云仙仙瞬间释放出天人的威压 下一刻 在场的人都感觉喘不过气来 人们的额头冷汗直茂 有的人甚至没有站稳身体 直接跪在了地上 此时 城楼上的一些人猛然发现 夏皇似乎跟个没事人一样 按理说这种程度的威压 夏皇这个宗师应该也承受不住 结果夏皇却能够这抹轻风地抵抗威压 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过来 夏皇的真实实力并不是宗师 甚至有可能不是大宗师 而是在大宗师之上 人们恍然大悟 夏皇果然隐藏了真正的实力 夏皇扫了一眼天上的云仙仙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使用手上这件神兵 不过 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对方能够避开 还是要再等等 等宇长青和浮轰仇 转移了云仙仙的注意力 他在使用 最好是宇长青和浮轰仇 这两个老东西 能够和玄月宫的天人站在同一条线上 这样 他就能够同时把他们三个给 一起解决了 就在此时 宇长青身体瞬间跳了起来 无数剑光在他的身体周围环绕 下一刻 那些剑光直奔天空中的云仙仙而去 傀儡 云仙仙 面无表情 只是缓缓抬起了手 下一刻 一道道冰锥在 云仙仙 的身体周围形成 眼看着那些剑光 就要接触到云仙仙的身体时 那些冰锥 猛然全部射了出去 一眨眼的功夫 冰锥和那些剑光 就全部抵消了 宇长青此时感到有些奇怪 不知道卫石魔 他总觉得天上的那个 云仙仙 身上散发的微压 有些不稳定 根本不像是他们平时见到的云仙仙 宇长青不禁想到 难不成云仙仙的伤更重了 所以 这才导致身上的气息不稳定 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宇长青立刻对浮红仙说道 他受的伤还没有恢复 实力不稳定 莫办法兼顾其他 你赶紧去把北王杀了 听到这话 浮红仙二话没说 身体化作一道残硬 直奔陆尘而去 眼看着浮红仙就要来到陆尘的身边时 云仙仙 的头朝着陆尘的方向看去 看起来好像是分神了一样 看到这一幕 夏皇顿时感觉机会来了 虽然宇长青和浮红仇这两个老东西 没有和玄月宫的天人站在一起 但是 他们毕竟隔得这魔镜 夏皇相信 一旦自己启动手上的神兵 就算是没有办法杀死宇长青和浮红仇 也有可能重伤他们两个 想到这里 夏皇随即将手中的邪恶神兵抬了起来 对准了天上的 云仙仙 就在此时 还在空中的宇长青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他彷復明白了什么 他连忙扭头一看 果然发现 夏皇那个家伙 想要趁着自己和云仙仙站在同一条线上 然后直接把他们两个都解决掉 宇长青连忙躲避 宇长青刚动身 一道黑色的光线 就从夏皇手上的神兵喷射而出 这道光线的速度非常快 即便是宇长青已经提前察觉到了危机 也还是被这道黑色光线给伤到 他的一条胳膊瞬间就气化了 而天空中的 云仙仙 就更惨了 那道黑色的光线正中他的胸膛 他的身体瞬间就被摧毁 直接变成了粉末 落在地上的宇长青无比的愤怒 他目光狠独地回头 看了一眼城楼上的夏皇 宇长青和浮红仇早就意识到 夏皇可能会偷袭他们 所以他们一直防范着 结果没有想到 他们还是低估了那件神兵的威力 当那道黑色的光线释放出来后 天地变色 彭扶黑夜降临一般 乌云顺时笼罩了天空 并且浓厚的乌云 越来越靠近地面 就好像天快塌了一样 剑云仙仙的身体 瞬间被轰成了灰 夏皇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天人又如何 在大厦 朕才是主宰一切的存在 不远处的大臣们如梦初醒 纷纷回过神来 他们立刻躬身对夏皇说道 恭喜陛下 除掉如此强敌 玄月宫没了天人 我大厦将再无内患 陛下真乃真龙天子 听到人们的夸赞 夏皇内心更加地膨胀 他直接拿起手上的神兵 瞬间从城楼上一跃而下 直奔陆成 如今 玄月宫的天人已经死了 那个镊子 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 既然伏红仇 刚才莫能够杀掉陆成 那他将亲自解决这个祸害 他早就想要这么做了 他现在已经非常确信 陆成不可能是自己的血脉 这就是一个野种 当夏皇从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 陆成看清楚了 夏皇手上拿着的那件所谓的神兵 那件神兵非常像是一把反坦克狙击步枪 不过从枪身上面散发的黑气来看 这显然不是纯科技世界的东西 这应该是什么高五世界掉落到这个世界的武器 这么说来 封印岛上的那个金属建筑 很可能就是一个从其他世界掉落到这个世界的飞船 就在陆成走神的时候 夏皇恶狠狠地盯着陆成说道 镊子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听到这话 陆成回过神来 他并没有丝毫的慌张 反而笑着说道 父皇 我很好奇 你手上的神兵是从哪里来的 一件散发着邪恶之气的神兵 居然被你亲手使用 父皇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见陆成没有丝毫的慌张 反而说起了自己手上这件神兵的事 他冷笑了一声说道 这和你这个将死之人又有什么关系 陆成直接说道 这磨邪恶的神兵 这磨浓厚的血迹 这一看就是魔教的东西 父皇果然被魔教之人蛊惑了 竟然会使用魔教的东西 听到陆成这话 城楼上的官员顿时一阵骚动 什么 夏皇居然和魔教勾结 这怎么可能 不对 如果夏皇没有和魔教勾结 他手上的那件武器怎么解释 只要是个人都能够感受到那件武器的邪恶 堂堂王朝之主 居然和魔教勾结 这要是被其他王朝知道 必然会被群起攻之 夏皇冷冷地说道 少在这里 妖言获重 既然你已经无话可说 那朕就亲自送你下去 谢你的母亲 说到这里 夏皇就准备对陆成动手 然而 陆成此时大声地说道 陛下已经被魔教控制了心智 还请城楼上的诸位大臣见证 本王今日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陛下恢复清醒 都是为了我大侠 听到陆成这话 夏皇顿时感觉心里不妙 不对啊 玄月宫的天人都已经被灭了 怎么这个镊子还一点都不慌张 北国的武器确实是厉害 但是还不至于能够杀死伪天人吧 到底是什么给了这个镊子信心 不管了 必须要赶紧杀了这个镊子 只要杀了这个镊子 他就能够成为天人 今后大侠就是他一人的大侠 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和他作对 想到这里 夏皇便抬手 准备对陆成出手 就在此时 突然一股强大的威压从天而降 在场的人瞬间被这股威压压的喘不过气来 人们顿时梦了 夏皇和宇长青 还有扶红仇也梦了 这是怎么回事 玄月宫的那个天人不死 已经死了吗 魏石魔还会出现天人威压 就在人们困惑不解的时候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在陆成的身后响起 于长老 福长老 好久不见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宇长青和扶红仇心里一颤 他们瞪大双眼 看着陆成的身后 此时一个身穿白色衣裙 光着狱卒 带着面纱的黑发女子 缓缓走到了陆成的前面 下一刻 女子摘掉了面纱 随着面纱的落地 女子的头发也缓缓全部变白 看到云鲜鲜的真容后 夏皇和城楼上的人都愣在了原地 她刚才不是已经被杀了 她怎么还活着 难不成天人是杀不死的 此时夏皇内心的恐惧 疯狂攀升着 她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明明这个女子已经变成了灰烬 魏石魔还能够复活 她一次使用了神兵 神兵里面已经没有什么惊喜了 很可能无法使用第二次 面对天人 他们毫无胜算 不 他们并不是一点胜算都没有 夏皇突然想到了什么 她立刻从衣服里面拿出一颗玉珠 还没有等陆成这方的人阻止夏皇 夏皇居然就直接将那颗玉珠给塞进了嘴里面 看到这一幕 云仙仙柳眉微微皱 随即说道 不好 她要强行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天人静 陆成心里一愣 难道那颗玉珠就是玄月宫的圣物 云仙仙的话音刚落 一股磅礴的力量直接从夏皇的身体里面释放出来 沙纳间 天地风云变幻 天空中电闪雷鸣 一道道雷电直接劈在了夏皇的头上 夏皇的头发瞬间变得一团糟 衣服也变得破破烂烂 就好像是大街上的乞丐一样 不过即便是被天雷劈了好几次 但是夏皇依旧没有死 他此时感受着身体里面涌出来的力量 癫狂地大笑了起来 这就是天人的实力吗 朕才是大夏的主宰 没有人可以颠覆朕的统治 说到这里 夏皇便直接对云仙仙出手了 夏皇手一挥 地上的碎石全部汇聚起来 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石球 随后 这个石球直接砸向了云仙仙 看到这一幕 云仙仙没有丝毫的慌张 他只是轻轻一抬手 一堆冰锥飞出去 当冰锥撞到那颗石球后 那颗石球就直接破裂了 再次变成无数的碎石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 夏皇继续使用着身体里面那股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紧接着 一条巨龙的虚影出现在空中 看到这条龙影 云仙仙微微愣了愣神 夏皇使用的这一招很显然不简单 这应该不是这个世界的功法 看样子 大夏皇室能够统治大夏这么多年 还是有一些底牌的 只不过 这条龙影 还对他造成不了什么危险 云仙仙轻抬玉手 只见一道寒气 在他的指尖环绕 下一刻 冰冷的寒气 瞬间化作了一条冰龙 当两条龙出现在空中的时候 非常的壮观 下一刻 两条龙都是张大大嘴 对着对方 发出了嘶吼声 震耳欲龙的声波 直接传遍了整个经济地区 现场的人忍受不了这声波 都赶紧抬起手指头 连忙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过了一会儿后 两条龙都冲着对方飞了过去 当两龙相撞的瞬间 一道道灵力波散发出来 一些身体没有站稳的人 直接就被这些灵力波给冲飞了出去 天人之间的对战 波及的范围都非常广 这样的场景 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是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时候 陆辰立刻扭头 朝着北国的士兵挥了挥手 让北国的士兵继续后撤 在接到陆辰的命令后 北国士兵连忙再次后撤 此时 天空中的两条龙渐渐消散了 双方看起来似乎都没事 夏皇大笑了一声说道 天人 不过如此 扑 夏皇话刚说完 就直接大吐了一口黑血 就在此时 夏皇手上的那件邪恶神兵散发出了浓浓的黑气 夏皇似乎明白了什么 随即立刻抬起枪口 再次对准了云仙仙 云仙仙也察觉到了情况不对劲 随即飞到了空中 夏皇再次启动了那件邪恶的神兵 紧接着 夏皇感觉全身的灵力在快速地流逝 就好像全部都被那件神兵给抽走了一样 随后 一道光束从枪口射出 一道黑色的光芒直奔云仙仙去 不过这一次 这道光芒相比较于第一次小了很多 但是 这也同样让云仙仙感觉非常危险 眼看着那道光线要击中云仙仙的时候 云仙仙的身影一闪 直接消失了 天人在聚精会神的情况下 哪有这么容易被打中 见云仙仙居然躲了过去 夏皇咆哮着说道 朕道要看看 你有多能躲 说话间 夏皇就准备再次使用那件邪恶的神器 陆臣再也看不下去了 他直接对身后的夏天元和木红光说道 夏宗主 木殿主 动手吧 陆臣话音落下 三道恐怖的威压降临 当夏皇和京城的大臣们感受到这两道威压时 顿时傻眼了 夏皇不敢相信地看着陆臣身边的那两个人 怎么可能 不 不可能 你这个孽子 怎么能够找到这么多天人帮你 在夏皇看来 陆臣只不过是一个野种而已 自己才是大夏的真龙 结果陆臣的身边 有一个玄月宫的天人就算了 现在居然一下子多出来了三个天人 也就是说 陆臣的身边有四位天人 这个世界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面都没有出过天人 也就几十年前玄月宫的天人突然出现大开杀戒 然而今天一下子出来了四位天人 而且这四位天人居然都和陆臣有关系 再没有仙人的这个世界 天人就是仙人 现在出现的四位仙人都站在陆臣这一边 这说明什么 说明天命在陆臣身上 夏皇绝对不可能承认 他一个孽种 凭什么能够招揽四位天人 夏皇不甘心 他一想到自己这一辈子 为了大夏兢兢业业 结果最后 还要被一个野种给抢走皇位 虽然被几位天人的威压同时压着 但是夏皇内心的情绪已经暴走 此时 夏皇的身上散发出了浓烈的黑气 那件神兵似乎也变得兴奋了起来 散发出黑红色的光芒 看到这一幕 云仙仙立刻说道 他要走火入魔了 必须赶紧解决他 听到这话 薛元昭哥三人立刻同时动身 他们瞬间出现在夏皇周围 随后同时出手 剑气和掌气直奔夏皇而去 夏皇没有躲避 他被击中后 反而看起来跟个没事人一样 众人心中一正 这是怎么回事 云仙仙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随即说道 他已经被他手上的神兵控制了 那件东西有古怪 听到这话 众人瞬间反应过来 薛元昭哥立刻对陆成说道 大王 您先后退 陆成二话没说 直接使用移形幻影离开了战场 接下来的战斗 显然已经不是他能够参与的 陆成刚离开 夏皇身上的黑气就迅速膨胀 直接将他的身体都给笼罩了起来 薛元昭哥他们几个也不再保留实力 夏皇的情况很不对劲 他们必须要速战速决 夏皇此时的眼睛变成了新红色 他用无比粗犷声音说道 死 所有人都得死 然而就在这时 云仙仙他们四个天人同时出手 白黄红绿的灵气瞬间汇聚到一起 瞬间形成了一个结界 这是由云仙仙构建的阵法 薛元昭哥他们另外三人 只是用灵气加固了阵法 阵法一出现 夏皇身体的黑气直接缩小了一半 四个天人继续出手镇压 下一刻 那件神兵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 试图逃跑 结果地上的阵法开始迅速收缩 直接将夏皇和那件神兵同时禁锢 夏皇大声咆哮着说道 朕是大夏之主 朕是真龙 没有人可以杀死朕 说话间 夏皇的身体猛然炸脸 看到这一幕 城楼上的大臣们都吓得瘫坐在地上 夏皇此时的实力已经和天人差不多 他若是自爆丹田 整个京城都要给他陪葬 很显然 云仙仙他们四位天人已经意识到了夏皇的打算 云仙仙立刻提醒薛元昭哥他们 加固阵法 随即薛元昭哥他们继续灌输灵气 就在此时 夏皇的身体直接变成了一团红色的光芒 红光的亮度直接闪得人们连眼睛都没办法睁开 夏皇自爆丹田后 一道道气浪喷涌而出 直接将城墙上的人都给先飞出去 就在人们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 他们却惊奇地发现 只有这一道气浪 他们顶多就是被摔伤 严重一点骨折 但是他们还活着 随着城外的灰尘渐渐散去 人们这才发现夏皇已经不复存在 云仙仙和薛元昭哥他们四位天人 脸色都有些苍白 看起来摇摇欲坠的样子 此时 云仙仙似乎想起了什么 身影一闪 直接出现在了羽长青和浮红仇的面前 此时 两人已经意识到了 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他们连忙跪在地上求饶说道 尊者 饶命 我们 两人话还没有说完 云仙仙手一挥 他们的身体直接被冻成了冰雕 下一刻 身体就破碎成了粉末 灰尘散去后 夏皇原本站立的地方 就只剩下一个散发着黑气的枪械 看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父皇 最后居然连完整的尸体都没有留下 陆尘就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在陆尘心中 他很难评断夏皇这一生 做了什么对或者不对的事情 因为夏皇做的很多事情 也是他想做的 比如灭掉世家 比如薛帆 如果他站在夏皇的位置上 他也同样可能做出和夏皇一样的决定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他和夏皇是一样的人 只不过他对夏皇并没有什么父子感情 若是夏皇和他有父子感情 他们最后可能并不会冰封相像 不过现在想这些莫啥意义 夏皇莫了 他得赶紧处理接下来的事情 陆尘随后对着身后的大军 做了一个手势 下一刻 宣元臣带领大军立刻朝着京城的城楼逼近 看着远处的大军 城楼上所有大臣和皇子们都呆愣住了 如今夏皇已死 他们也失去了主心谷 虽然有几个皇子并不想让陆尘称帝 还想要反抗一下 但是刚才的那一幕 他们也是看在眼中的 夏皇都成为了天人 结果还是被四个天人镇压了 如今北王的身边有四个天人 再加上北王手下 还有一支这么强大的军队 无论他们如何挣扎 都已经不可能是北王的对手 城楼上的士兵们也没有了防守的想法 谁当皇帝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反正都是陆家人当皇帝 他们拼什么命 此时此刻 众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国师司徒策和丞相林高远身上 没了皇帝 现在还能够做主的就只剩下他们两个 司徒策此时扫了一眼身后的几位皇子 随后说道 陛下被魔教之人蛊惑 最终导致陛下走火入魔 若是没有北王殿下 恐怕整个京城都已经化为平地 既然北王立下如此巨大的功劳 老臣建议立北王位帝 不知道几位殿下有没有其他看法 听到这话 几位皇子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他们还能够有什么想法 还敢有什么想法 北王身边可是有四位天人啊 虽然他们心里也非常不甘心 但是他们拿什么和北王争夺皇位 北王随便派一个天人出来 就能够把他们身后那些势力给全部灭了 天人的出现 足以胜过所有的阴谋轨迹 大厦的政治格局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此时几位皇子最担心的 就是等他们这个九弟登上皇位后 就开始搞大清洗 虽然他们这之中大多数皇子都没有招惹过陆臣 但是他们毕竟都是下皇的儿子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具有皇位继承权的 自古以来 对于大多数造反上位的皇子来说 最不放心的必然是其他皇子 陆臣能够通过造反上位 那其他皇子也同样可以使用一样的办法 这不是看有没有造反的能力 而是皇子这个身份本身就对皇位有威胁 就算有些皇子不愿意造反 一些大臣也会拥护在某个皇子身边 把某个皇子推出来当代言人 当初的八皇子就是典型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皇子都给杀掉 或者囚禁起来 一想到他们接下来可能迎接的命运 城楼上各个皇子内心都十分恐慌 但是他们现在没有办法 只能够硬着头皮将陆臣送上皇位 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反对的话 那迎接他们的只有人头落地的下场 这时候 六皇子站出来说道 本王赞成国师的提议 自从九帝去了北国之后 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就将北国发展壮大 并且他本身的实力也提升到了大宗师之上 像九帝这种能文能武的君王 将来一定可以带领大厦变得更加强大 九皇子话音刚落 二皇子也随即说道 本王也赞成国师的提议 随后 其他皇子也纷纷发话表示赞成 现皇子们都没有其他想法 司徒策的目光落到了大臣们的身上 这时林高远说道 臣也赞同国师的话 国不可一日无君 如今北王是最好的人选 见林高远都同意了 其他大臣也纷纷表态表示支持北王登基做新皇 这其中自然有很多人是不愿意让陆臣称帝的 就陆臣在北国搞的那些东西来看 一旦陆臣登上皇位 很可能会将北国的那一套给搬到大下来 到时候这些大臣的利益必然会受损 不过也没有办法 现在不是考虑自家利益的时候 是考虑能不能够活命的时候 现朝廷的大臣也都同意了让陆臣登基 司徒策便开口说道 既然各位已经做出了决定 那便打开城门 迎接新皇吧 随即在司徒策的带领下 朝廷大臣和几个皇子全部都从城楼下来 很快 京城的城门便缓缓打开 司徒策带着重臣亲自走到了城门外 排城几排 迎接陆臣进城 陆臣并没有立刻率兵前往城门 他站在原地 目光依旧在那件邪恶的神兵上面 那件神兵如此邪恶 必须要想个办法处理一下 若是这件东西落到魔教的手中 或者落到了其他人的手里 对他们来说 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毕竟是能够杀死天人的武器 现在他身边有四位天人了 可不能够让这件兵器威胁到他们的生命 此时陆臣走向那件神兵 随后在心里对系统说道 系统 你能够识别一下 这是一件什么兵器吗 下一刻 一个系统界面出现在陆臣的眼前 是神枪 来自高五位面 需要大量灵力才能够使用 递接灵器 看到眼前的系统介绍 陆臣愣了一下 递接武器 就这 他还以为这件武器有多厉害 不过话说回来 这件武器在这种低级世界里面 还确实算是厉害的 当然 要是把他放在修仙世界 就不够看了 陆臣继续问道 要怎么样 才能够封存这件灵器 宿主不使用它 便是封存 这 陆臣想问的 是要怎么 才能够毁掉这玩意儿 毕竟夏皇 刚才自曝的时候 都没有把这件灵器给毁掉 这东西 显然不是那么容易摧毁的 就在陆臣打算继续询问系统的时候 只见云仙仙直接走到了神枪面前 随后他对陆臣说道 这件灵器比较邪恶 还是交给卫师帮你保存吧 听到这话 陆臣心里一正 他瞬间看出了云仙仙的小心思 云仙仙这那里 是打算替自己保存 分明就是想要私吞这件地阶灵器 地阶灵器 在修仙世界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在这个世界 可是能够杀死天人的存在 他怎么可能轻易交给别人 陆臣连忙说道 就不劳烦师尊了 这件地阶灵器太过于危险 还是弟子将它给封存起来吧 免得今后又有人使用它 听到陆臣说出了 这件灵器是地阶灵器 云仙仙柳眉微皱 看样子 这下不好忽悠了 这个孽徒果然是知道 这是一件地阶灵器 云仙仙冷冷地说道 既然你想要 那你就拿去吧 不过本座要提醒你 先前夏皇都在这件灵器的影响下 走火入魔了 你若是想要使用它 小心你也跟着走火入魔 听云仙仙这么一说 陆臣反应过来 对啊 刚才夏皇都受到了这件灵器的影响 如果自己要是接触到了它 会不会也跟着受影响 这东西还真是一个烫手山芋 给别人吧 又怕别人用来攻击自己 留着吧 又有可能影响自身的心智 容易让自己走火入魔 就在陆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系统提示音突然想了起来 这是一件无主灵器 宿主只需要将它炼化 让它认主 便可以不用担心被它反噬 听到系统提示音 陆臣眼前一亮 原来这件灵器还没有认主 所以它才会反噬使用者 不过它应该如何炼化 宿主可以卸下弑神枪的弹夹 滴一滴鲜血在里面 然后用灵力将其炼化 这 陆臣随即来到弑神枪的面前 然后蹲下身来 直接伸手向弑神枪 看到这一幕 轩辕昭哥他们顿时慌了 轩辕昭哥立刻说道 大王 不可 刚才他们亲眼看到 夏皇因为使用了是神枪而走火入魔 这件兵器实在是太邪门了 他们可不想看到陆臣也不夏皇的后尘 陆臣淡淡的说道 没事 本王有分寸 陆臣随后拿起是神枪 当陆臣接触是神枪时 并没有感觉有任何的不适 陆臣随后看了看枪身 发现这是神枪和现代的枪械果然非常相似 只不过是神枪的身上有一些特殊的纹路 那些纹路应该是灵力流动的纹路 陆臣拿着是神枪左看看 又看看 目光最终落到了是神枪下放的弹夹上面 按理说这是神枪使用的是灵力 怎么还会有弹夹 陆臣怀着好奇心 打算卸下弹夹 结果他按了一下卸下弹夹的按钮 但是弹夹依旧没有落下来 如果是一般的枪械 只需要按一下卸弹夹的开关 就能够轻松将弹夹给卸下来 这是神枪的弹夹 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取下来的 陆臣随后用力扯了扯 结果扯了半天都没有将弹夹扯出 就在此时 是神枪身上的黑雾瞬间迸发 变得更加浓厚 看起来就好像是发怒了一般 陆臣喝笑了一声 这是神枪是冲着自己发怒了是吧 不亏是灵气 居然这么有灵性 还知道发火 陆臣此时并没有放弃 他就不相信了 自己还不能够取下是神枪的弹夹 陆臣继续用力扯是神枪的弹夹 他将全身的灵力都汇聚在自己的双手 随后他双脚踩着是神枪的枪身 双手扯着是神枪的弹夹 就好像是拔萝卜一样 看到这一幕 人们都愣住了 不知道陆臣这是在做什么 连云仙仙都没有看懂陆臣这是在干嘛 云仙仙实在忍不住 困惑地问道 你这是在做什么 陆臣并没有立刻回答云仙仙的问题 他现在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双手上面 过了不一会儿后 陆臣总算是将弹夹给拔了出来 当弹夹被陆臣扒出来的一瞬间 是神枪就好像是尾了一样 枪身上面的黑气瞬间就只剩下一丝丝了 陆臣这时候看了一下弹夹 是神枪的弹夹非常特殊 并不是普通枪械那样的弹夹 弹夹的上面也刻画着不少的奇怪纹路 弹夹的中间镶嵌着两颗散发着红色光芒的宝石 陆臣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咬破自己的手指头 随后将一滴鲜血滴在了弹夹里面 下一刻 红色宝石的光芒大放 把陆臣的眼睛都给照得睁不开 等红色光芒亮过之后 陆臣这才将弹夹重新装回了是神枪的枪身 随着弹夹的归位 是神枪整个枪身也散发出了耀眼的红光 随后整个枪身焕然一新 原本枪身上面散发的黑气也全部消失的一干二净 紧接着 陆臣给是神枪灌输灵力 试图炼化是神枪 让是神枪认主 这一次是神枪并没有排斥 随着陆臣的灵力大量输入 是神枪身上的那些纹路也散发出了蓝色的光芒 渐渐的 是神枪的枪身居然变了一种颜色 从原本的黑红色变成了银白色 就在某一刻 陆臣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响起 恭喜宿主收服地阶灵气式神枪 听到系统提示音 陆臣喝笑了一声 有什么好恭喜的 又没有系统奖励 下一刻 陆臣就感觉是神枪似乎和自己的一时链接到了一起一样 陆臣随即一个念头 是神枪居然就直接变小了 看到这一幕 一旁的云仙仙心里十分难受 这个孽图居然将一件地阶灵气给炼化了 他是怎么知道炼化之法的 要炼化普通灵气 只需要滴血 然后灌输灵力就行 但是 地阶或者地阶之上的灵气都有特殊的炼化之法 若是找不对炼化之法 就没有办法炼化灵气 而陆臣就好像是知道 这件灵气是什么一样 轻松就找到了炼化之法 直接将这件灵气给炼化了 这下麻烦 这个孽图 拥有了一件能够杀死天人的地阶灵气 以后不知道有多膨胀 说不定这家伙还有可能威胁自己这个世尊伺候他 不行 他得赶紧回玄月宫 想到这里 云仙仙手一挥 一颗散发着蓝色光芒的玉珠 从尘土之中直接飞了出来 飞到了云仙仙的手上 看到云仙仙那个玉珠收走了 陆臣好奇地问道 世尊 那颗玉珠便是玄月宫的圣物 云仙仙淡淡地说道 算是 云仙仙继续说道 既然夏皇已死 圣物也回到了本座的手上 那我们也该回去了 听到这话 陆臣愣了一下 世尊 你不打算继续和弟子待在一起 恢复实力了 听到这话 云仙仙冷哼了一声 别以为本座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怎么 你还想等称帝之后 将本座取到你的后宫之中 本座不和你废话了 荣荣可以多在你身边待一段时间 本座先走了 话音落下 云仙仙的身体 就瞬间原地消失了 云仙仙之所以留下陈婉荣 是因为陈婉荣是玄月宫的公主 陆臣称帝之后 玄月宫肯定是有所表示的 看到云仙仙直接跑路了 陆臣微微叹了口气 看来要瓦解这个仙子心中的防御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慢慢来吧 先称帝再说 想到这里 陆臣的目光看向了京城的城楼 看到那些公公静静站着 等待自己入城的朝廷大臣们 他嘴里喃喃而语道 重回京城之日 便是君临天下之时 看来当初 我说的大话实现了 陆臣率兵来到城门口后 司徒策立刻带领满朝文武行李说道 北王破除魔教阴谋 拯救了大侠 立下了卓越的功劳 如今陛下已经驾鹤西去 国不可一日无君 我等恳请北王登基 掌管大下 司徒策话音落下 满朝文武便跪了下来 齐刷刷地说道 恳请北王登基 陆臣扫了一眼大臣们 又扫了一眼 朝着自己低头行李的那些个皇子 随即淡淡地说道 本王在众多皇子中 只排在第九 若是按照顺位 恐怕还轮不到北王登上那个位置吧 听到这话 一众皇子的脸上 瞬间冷汗直冒 陆臣这话的意思 不就是他的前面 还有别的皇子 阻碍了他登基 他该不会是想要大开杀界吧 就在这时候 二皇子连忙站出来说道 九弟不用担心 大下皇位继承 早就不按照狄长子那一套了 最近这几代的皇位继承人 都是能者居之 如今天下动荡不安 即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 领导大下走出困境 我和另外几位皇帝 都没有治国经验 文武皆不如你 我相信 只有九弟 才能够让大下 变得更加强大 还请九弟 莫要再继续推辞 此话一出 七皇子也连忙说道 二哥说的对 如今 南方有叛军 还有魔教肆虐 大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这时候 正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 领导大下走出困境 纵观父皇的所有孩子 只有九弟 你有这样的能力 七皇子话音落下 别的皇子也纷纷附和 过了一会儿之后 陆臣这才开口说道 既然几位皇兄都推荐我 那我就不矫情了 不过父皇刚刚吸去 登基仪式暂放一边 先将父皇的葬礼办完再说 另外 魔教害的父皇走火入魔 最终导致身亡 这笔账 我们一定要讨回来 即日起 全城清查魔教之人 凡是魔教之人 献一个杀一个 听到陆臣这话 重臣人心大振 陆臣这那里 是清查魔教 他这是给自己清算 找了一个借口 若是有人在这个时候 跳出来反对他 他必然就会 把那人说成是和魔教勾结 然后直接除掉 陆臣话音落下后 大臣们随即一口同声地喊道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虽然陆臣还没有正式登基 但是 既然陆臣已经答应了 要登基 那他从现在开始 就是皇帝了 大厦的最高权力中心 是不能够长时间处于真空的 陆臣淡淡地说道 平身 谢陛下 随即陆臣带领锦衣卫 和百官一起 直接进入了京城 进入京城后 陆臣立刻吩咐了各种善后的事情 等到事情处理完的时候 已经到了晚上十点钟 陆臣此时在司徒策的带领下 来到了夏皇曾经处理政务的御书房 进入御书房后 司徒策拱手对陆臣说道 恭喜陛下实现了第一个目标 陛下必将一统天下 威震四海 听到这话 陆臣淡淡一笑 随后说道 什么时候 国师都学会拍马屁了 司徒策说道 陛下如今是真龙 可不是马 陆臣说道 先不说这些了 朕还有些问题 想请教国师 司徒策恭敬地说道 陛下请讲 老臣一定知无不言 现在皇室一共有多少大宗师 听到这话 司徒策想了一下 随后回答道 回陛下 一共有七位 陆臣想了想 七位大宗师 不算少了 这还是在大夏王朝的皇室大宗师 被玄月宫的天人清理过的情况下 这么想来 看来其他王朝隐藏的大宗师 只多不少 也难怪大武王朝攻打北国的时候 武皇这么舍得 直接派了两个大宗师武将 跑来攻打北国 有大宗师 不知道有没有伟天人 亦或者隐藏的天人 这时候 书房的柱子后面 突然出现了一个阴影 随后一个人出现在陆臣的面前 就在此时 贴身伺候陆臣的白清清 以为是刺客 立刻挡在了陆臣的前面 什么人 不过很快 白清清就反应过来 这是夏皇的影位 此时 身穿黑色铠甲的影位统领 跪在地上说道 影位大统领周海 拜见陛下 影位本来是只属于夏皇的 但是如今夏皇已经死了 影位也失去了归属 影位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了 他们完全可以离开京城 不过 他们全部都服用了夏皇的毒药 谁也不知道 这些毒药在什么时候会毒发 所以最终影位们决定继续投靠新皇 成为新皇的爪牙 反正都是孝中皇帝 孝中那个皇帝都一样 看到影位统领出现了 陆臣心里一喜 相比较于司徒策这个国师 影位才是夏皇最信任的存在 影位一定知道夏皇很多事情 现在陆臣非常好奇夏皇都有一些什么秘密 想到这里 陆臣扫了一眼周海 用系统识别了一下他的身份 名字 周海 身份 影位大统领 实力 宗师极尽 忠诚度 八十 在第一次见面的人之中 八十的忠诚度已经不算低了 那些朝廷的大臣对他的忠诚度普遍连五十都没有 都是一群二五仔 想想也是 影位更加依赖于皇权 所以 他们对自己才会有这么高的忠诚度 陆臣淡淡地说道 起来吧 谢陛下 此时 白青青依旧忽在陆臣的身前 虽然已经确认了 是影位大统领 但是影位毕竟是先皇的狗 谁也不知道 这个周海 会不会对陆臣出手 陆臣此时拍了一下白青青的肩膀 小白 别紧张 他不会对朕出手 听到这话 白青青这才走到了一边 陆臣此时对周海说道 你是影位大统领 应该知道朕的父皇很多秘密吧 周海随即问道 陛下想知道什么 属下一定如实告知 陆臣说道 朕想知道 朕的父皇有没有什么隐藏秘密的地方 周海瞬间明白了陆臣的意思 他随即回答道 陛下有一个密室 密室之中放着大量皇室的隐秘 陆臣立刻问道 在什么地方 周海回答道 请陛下拿上玉玺 听到这话 陆臣二话没说 来到书房的书桌面前 直接将玉玺拿在了手上 这时候 周海走到了一个书架面前 然后把里面的几个卷轴拿开 陆下请将玉玺放在这个孔里 陆臣立刻来到书架面前 按照周海说的做了 这时候 书架突然颤动起来 紧接着书架缓缓挪开 书架原本的地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地道口 周海随后说道 密室只有历代先皇进去过 属下并不知道 密室里面都有什么 若是陛下想要了解 里面存放了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进入密室查看 听到周海这话 白清清赶紧来到陆臣面前 陛下 小心里面有陷阱 无必先为您探路 白清清还是不太相信周海 周海是尹卫的大统领 这个身份 就足以让他一直防着他 陆臣想了一下 随后说道 你先在外面等待吧 随即陆臣 直接朝着地道里面走去 见陆臣 都让自己在外面等了 白清清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他随即 也只能够安静的在地道口等待着 陆臣进入地道后 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大厅 大厅之中 挂着历代先皇的画像 而每个皇帝画像的下面 都放有书架 书架上面 都放满了卷轴 陆臣直接走到了下皇的画像下面 拿起书架上的卷轴 一个卷轴 一个卷轴的看了起来 这些卷轴上面 记录了下皇所做的一切大事情 包括 他当初是怎么崛起 怎么称帝的 甚至于他耍的阴谋诡 都记录了下来 这就好像 是写日记一样 陆臣随后 在这些卷轴里面翻了翻 终于翻到了 有关自己母亲的卷轴 看完卷轴后 陆臣叹了口气 自己那个母亲 还真是下皇害死的 目的自然就是为了玄月宫的圣物 玄月宫的圣物 能够帮助人提升修位 但如果是强行提升了修位 只要提升了一次 修位今后 就无法再进一步 大下皇室的那几位大宗师之中 有好几位都是使用玄月宫的那件圣物 强行提升了修位 看完有关自己母亲的卷轴后 陆臣便没有继续待在密室之中 如今皇宫的这一切都是他的了 他有足够的时间去翻阅这些皇室秘密 看到陆臣从地道之中出来 守在门口的白清清这才松了口气 之后的一段时间 陆臣几乎天天都来密室翻看先皇的卷轴 这些卷轴应该都是先皇自己写的 最让陆臣在意的 还是第一任下太祖留下来的那些卷轴 根据夏太祖的记载 他之所以能够建立大夏 是因为有仙人的指导 并且 那个仙人还告诉他 大夏必然会诞生天命之子 终有一天 大夏会统一这个事件 走出这个事件 夏皇之所以想要振兴大夏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 他也看了夏太祖的那些卷轴 夏皇认为自己就是天命之人 当然 这是夏皇年轻时的想法了 夏皇在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后 渐渐意识到了大夏的弊病 他的梦最终醒了 他也回到了现实 事实上 认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 不只是夏皇一个皇帝 自太祖以后 有不少的大夏皇帝都认为 自己可能是天命之人 陆臣也有些感慨 狗系统真是害人不浅 他不知道 夏太祖遇到的是不是仙人 但是从夏太祖预言了 他这个天命之子的出现来看 这必然是系统的安排 陆臣现在对系统越来越好奇 为什么系统这魔早就在布局了 自己的穿越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臣在看了夏太祖留下的卷轴之后 也尝试着询问了一下系统 结果系统一问一个不吭声 陆臣也没办法 现在只能够走一步看一步 或许等自己成为天人以后 他就能够知道系统的秘密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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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